其实用人梅心更梅来形容新装姓义里长吴秋桂最为的贴切 因为他在当选里长之后就开始展开里内的关怀弱势行动 持续到现在已经有12年的时间 里长要感谢善心人士以及民间慈善团体 在礼办公处每次要举办各项关怀活动的时候 大家都会主动捐赠上款或者是爱心物资 和他一起用行动来关怀弱势朋友 人梅心更梅新装姓义里长吴秋桂表示 在他民国95年当选里长之后开始规划关怀弱势列车要如何进行 并且在民国98年正式展开关怀行动 里长借此感谢善心人士及民间慈善团体 每次举办各项关怀活动时 大家都会主动捐赠上款或者是物资 让他推动类似像这场税末动力救济的活动 其心关怀弱势没想到一座至今已迈入第12个年头 我们动力救济自从我当里长已经十几年了 就一路走来就是把这个东列救济 温情寒冬送温情的活动 把它办理到每年的过年之前 我们都一定会发给我们里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以及弱势的群群 给他们一些物资 给他们好过年 这个都是由我们里的爱心人士 还有一些社团来帮助协助我们这次的活动 来自各界所捐赠的爱心物资也配合时事所趋 里长手中所拿的这盒口罩也是慈善当位 因为疫情委托里长发送给弱势里民 希望让他们能够安心生活 爱心人士因为疫情的关系 然后就送我们很多这个口罩 给我们里的低收入户 中低收入户他们来这次的来 把这个疫情大家来维护这个疫情 他就送了很多口罩给我们里的一些弱势群主 真的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过日子 政府补助有限因此为了关怀里内 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民众 吴秋卫里长用行动目击社会的爱心 每次社会里民至少在200人左右 让前来领取的民众感恩在心 里长这有爱心的 给我们拿口罩和物资 白方在里办公处前的这一大袋爱心物资 包括白米牙刷等民生用品 至少超过有20多样 看到吴里长投入公益 许多善心人士得知纷纷捐助上款和物资 里长将大家的爱心奉献 张贴在公布栏以表达最诚挚的谢意 记者黄又贤信中报导